空空导弹可以试试精确拦截 但是冷战期间 在还没有能够精确拦截一架飞机的导弹出现 又很怕携带着轻弹的苏联T95突破防线后 把它扔在自己的头顶上时 美国该怎么办呢 答案就是一枚空对空 合火箭弹了 就是它 迈到Air2A精灵 把它发射出去 是可以直接摧毁一整支轰炸机编队的 很像末日电影里面才有的情节 对不对 但它偏偏就是真实存在过的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精灵的故事 其实空对空火箭弹并不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早在二战期间 它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而且发明它的显然也是德国了 二战中期 德军就已经开始研制X-4空空导弹了 但这种有线制导的空空导弹 不仅准头有线 射程也很短 并不适用于空战 不过将有空的导弹改成无空的火箭弹 再利用其大威力的战斗部 在远距离大致对准轰炸机群后 发射并引爆 理论上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想法是很美好 但现实却容易啪啪打脸 这一时期限制空空火箭弹的主要因素 就是战斗部的威力不足了 对付大型轰炸机时 需要在极近的距离爆炸 才能对皮操肉后的轰炸机产生致命威胁 而提升战斗部 就意味着提升火箭弹的直径 重量也就增加了 在当时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矛盾 不过二战末期的原子弹 恰恰为空空火箭弹的发展 指明了新的方向 因为这玩意儿根本就没有火力焦虑了 火箭弹里面装上它 岂不既轻又强 多好 好吧 核火箭弹放在今天 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因为如今核武器只有一个角色 战略武器 曾经的另外一个作为战术武器的身份 已经被越来越重视 次生灾害的国际社会集体禁止了 你看看切尔罗贝利 日本福岛就知道核爆炸的那一瞬间算什么 剩下往后的数十年才是够大家受的 不过人类总有一段捉死的时间 局面一上来可不是这样的 曾经有一阵核武器的地位 并不比其他常规武器高多少 而且似乎战术应用 还是其发展的首要考虑因素 早在相互确保毁灭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MAD概念出现之前 美国和苏联就已经建立了种类极权数量庞大的战术核武器库了 大到鱼雷和巡航导弹 小到和和背包应有尽有 既然这样都一个空空核火箭弹有什么大不了呢 而且它确实是填补了当时美国空对空武器系统的一个空白嘛 虽然美国是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不过这个头衔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1949年 苏联就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核武器实验 2.2万吨级的当量 可是比美国在广岛投资的1.5万吨级的要更强的 美国瞬间就感受到了威胁 之后美苏又相继研制成功了 清淡核军备竞赛正式开始了 由于低煤洲际单导导弹的服役 还要再往后推上数年的时间 因此当时普遍认为核攻击一定是要通过战略轰炸机来进行的 而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 苏联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 也就是后来的图95已经开始研制了 而美军迫切需要做到的 就是消除这个威胁了 怎么消除呢 三步走 监视 阻止 和拦截 但20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手上的牌 只有航炮和机枪 空空导弹还是个不靠谱的新鲜玩意儿 而你说航炮和机枪有多高的效率 空军心里面还不清楚吗 用这个来拦截自由世界毁灭者 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吗 所以必须要挖展出新的系统 火箭弹可以吗 事实上当然是可以的 空对空火箭弹 已经是一个证明有效的飞机拦截武器了 之前不好拦皮实的轰炸机 是因为爆炸威力不够 那咱给它换上威力够的核弹头 不就好了吗 而且巨大的爆炸半径 不光能抹掉一架轰炸机 甚至连一整堆轰炸机 都能够一并给你干掉了 简直高笑 美国人果然是个大聪明 这个KPM随后就落到了卖到公司的手里面 他们也不负众望 仅用了一年时间 就把这枚空空核火箭给研制出来了 那是在1955年 装着1500吨当量核弹头的 Air-to-A精灵横空出世了 它直径370毫米 全长2.39米 全重370公斤 采用固体燃料发动机 但是只会工作两秒 将火箭推进到3.3马赫的速度 随后隐性就开始工作了 并在继续飞出去大约10秒之后引爆 于是这12秒就成了发射载具 后来被确定为268架 经过改装后的F89蝎子截击机的 全部逃命时间了 还好它的速度够快 在高过载急转弯将精灵留在身后之后 它刚刚好能够跑出危险范围 但是对于飞的比较慢的轰炸机编队而言 就基本没有逃命的可能了 一个火球之后 可能大家就集体去零核饭了 从1955年起精灵的生产一共持续到了1963年 总共生产了3150枚 在服役期间也进行了些许的改进 最主要的是进一步延长了火箭发动机的工作时间 以保证载机能够有效的撤离 虽然装备了数千枚 也为此改装了这么多的战斗机 但其实它在退役之前真正被完整发出去的只有一次 而且还是在实验场上 应该说幸好是在实验场上 那是1957年的7月19日 由一架F89J在美国内华达的尤卡平原上空发射 对于再有一枚12秒后就会爆炸的核弹的飞机上的两名飞行员来说 这当然是一趟匪同寻常的凶险之旅了 但有意思的是 想要冒险的险并不只有这哥俩 五名空军军官自愿 注意是自愿站在起爆点的正下方 随意的穿着他们的夏季制服 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 接受头顶上可能袭来的辐射 他们这么做目的真的很单纯 就是要向恐吓人士证明 咱这个精灵可是可以放心的把它飞上天上去的 它对于地面一点污染也没有 你看我们这也没变成绿巨人吗 的确啊 他们似乎真的是挺健康的 基本都活到了世纪之交 最久的一位直到2014年才去世 所以那就继续服役呗 等到了80年代中期 美国人发现精灵已经拦不住人类送核弹的新玩具 洲际弹道导弹时才决定彻底把它放弃的 但转过身就投入到 找出比苏联人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这场运动中去了 精灵被撞入瓶子 恶魔被释放了出来 不对 那根本也不算啥精灵啊 看来美国人美化自己呢 的确是历史悠久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感谢观看